西班牙政府與加泰隆尼亞分離運動人士 中斷了十九個月的會談 預定這個月 這個星期將重新啟動 十一號 也就是加泰隆尼亞民族日的這一天 首府巴塞隆那街頭 是湧現了四十萬人 響意分離運動人士的號召 以行動來展現爭取獨立的決心 一七四年的九月十一號 加泰隆尼亞在西班牙王位繼承 全戰爭中落敗 失去了自治權 民主日這一天 分離主義運動團體籌組的大遊行 依循往例在下午五點十四分展開 今年遊行的口號 是我們將為獨立奮鬥 並贏得勝利 主辦單位加泰隆尼亞國民會議 估計今年有多達四十萬人 響意他們的號召 但警方公布的數字 則是十萬八千人 加泰隆尼亞在七月監視 新冠疫情的重災區 直到近來疫情趨緩 取消了十人以上的限聚令 遊行活動才得以舉行 而當天多數的參與者 都有佩戴口罩 游行隊伍來到西班牙國家警察總部時 一小群示威者朝警局投擲 衛生紙垃圾等物品 進而與鎮暴警察爆發了肢體衝突 促使警方出動了防暴車清場 左派工人社會黨的桑切斯所領導的少數政府計畫 這個星期將和分離人士主導的加泰隆尼亞政府啟動去年二月停滯至今的會談 桑切斯十一號推文表示 他希望朝著團結彼此的方向前進 為整個地區的正面成果而努力 今年六月他釋放了九名加泰分離運動領袖 被視為是向對方遞出橄欖枝 會談舉行前分離主義人士提出了兩大訴求 亦是特色所有參與獨立運動的人士 另一個是允許加泰隆尼亞舉行自決公投 而這兩點馬德里當局都強烈反對 上個星期馬德里當局與缺乏信心為理由 暫停了巴塞隆納機場的擴建計畫 又使得雙方的緊張關係上升 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領袖阿拉綱尼斯 就批評馬德里的作為根本是勒索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